你看 这样子四个胎牙就可以显出来了 我们这可以看到就是它的建议 这个是3254022的 32540还有2854522的 然后可以看到就是它的psi最大是3131 不是正常是31 然后最大的是41和44 所以冬天的时候呢 这是23寸的 因为我的轮毂是22寸的 所以说就要看这个313141和44 因为我现在是加版的GRS 加版的GRS它是没有胎牙显示的 就在MBUX系统里面是没有胎牙显示 那么有一种什么方法呢 就是有一种方法 就是往这个里面装一个Sensor 这里面有一个小故事 我这相当于是薅了一下奔驰的羊毛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我这套冬胎是aftermarket 是第三方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B 不是奔驰的标 我原厂的是 high performance的 就是夏季胎 所以冬天的话必须换成这种雪胎 然后我换完雪胎以后 我一开始也不知道MBUX系统里面没有胎牙显示 是加版没有 所以我就开到试验店里面去了 我跟他说我没有 然后他们就说应该有啊 所以他们就往我这里面装了四个Sensor 后面他们告诉我 加版的就是没有胎牙显示 那么另外这时候 另外一个神器就可以上场 就是这个 我当时买的时候呢 买这个神器呢 是因为是为了给小红用的 结果小红没用上 奔驰用上了 这个怎么用呢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当你 因为加拿大冬天是零下30度的 所以说你大概要每周 都要做一下胎牙检测 以防胎牙不足导致的交通事故 因为有很多老司机就告诉我 其实汽车开车的时候出现事故呢 大部分80%都是因为轮胎出现问题 那么这个东西怎么用呢 这个东西用一下特别简单 就是你按这个OK键 给大家原谅 OK键TPMS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很多型号的车 然后呢 我这里就是选择奔驰 然后是G2S 然后点击OK 然后可以看到只有两款 我是2019的 其实2019和2017都无所谓 因为它主要是这个赫兹 看到吗 433M赫兹都是43 所以选择这个 选择这个以后你可以选择激活 激活的时候 它就会告诉你 这是右前胎 然后因为我已经在里面装了身手了 一般是没有的 然后点这个像WiFi信号的 就会触发 然后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还是很好用的 就是省了再去拿那个气阻去插进去 还要把这个盖拧开 你看我这里只要 点击一下这个探测器 你看它马上就探测到了 看 然后我这里 就一次 这四个方式 然后右前 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 你看通过这四个方式 就可以把四个胎都给定位了 然后是左后 再还有一个 进来看 给大家看一看 你看 这里黑的 黑盖是不看得清楚一点 反光反的还挺厉害的 你看 这样的四个胎牙 它就可以显出来了 33.8 33.5 33.5 和34.2 因为这个胎有点高 是因为我刚开回来 它的是31 因为冬天可以打高一点 稍微可以把温度打高点 好 那就这样